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观众票选的最后一集 终于要结束了 但是我也非常的谢谢大家 就是大家这么认真的参加活动 并且把你们的心得就是跟我分享 那我也透过我的平台发挥我的影响力 让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可以去看到 不论是部落格或者是YouTube影片 透过这些管道能够让银行去知道消费者真正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也是我做这个票选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今天的主题呢 第一个,大家最想对银行说的话 我们会依序跟大家分享 这次有40页的简报很多 但是呢,我们尽量就是每一个人的意见通通都有表达到 那第二个就是大家总评分多少 我们也是跟大家讲 好,那我们事不宜迟就开始了 这边我已经整理好了 就是最想沟通的这个银行 最想讲的话,我们这边都整理好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简报 彰化银行应该要放用户有几次的免化题 不然张银的ATM这么少 每次都要花手续费 长期下来也是不少钱 所以如果有一些银行有推出这个数位账户 那他所提供的跨行提款跨行转账次数 大家就可以就是善加利用 美国运通行动支付跟多元缴款方式是要落后别人多久 好,那我觉得这个我有特别的切身经验 包括我之前分享过这个 我申请了美国运通的这个钱账白金卡嘛 那目前的确不能够把行动支付 然后他的账单缴款方式 除了自动扣脚以外,你就是要拿单子然后去缴 好像也没有电子账单 然后觉得怎么那么落伍啊,对不对 好,那国泰免年费 中信免手续费的转账次数可以多一点吗 台湾银行的数位账户 数位账户实在太骗人了 因为新转货是台银 充实33次跨转 想把薪水分到各处 觉得我需要账户有2万才能够跨转零首需费 后来完全不再使用 这个也是设定了蛮多的门槛 联邦银行跟花旗银行 这两家最常往来 但他们的数位账户都不提供外币可以转出 或者是扣脚保单的功能 拜托能改进 这个外币转出的部分 我有一个小撇步提供给大家 就是永峰金中间有个封易扣 那这个封易扣呢 你可以把其他银行的外币吸进来永峰 那永峰的话呢 再把它从财富信托管理账户 再转到你自己的大户外币账户 那这个外币账户的钱呢 你就可以拿来买美金 或者是拿来缴卡费 那甚至也可以拿来投资美股 其实这是蛮方便的 但是可不可以免费把钱转出去呢 不可能 因为会收三个费用 这个汇出行会有一个汇出费用 然后中转行会收一笔钱 汇入行也会收一笔钱 所以这三笔钱是绝对少不了的 那目前市场上大概只有 永峰金证券的封易扣 能够免费把钱从其他的银行的外币户头 吸进来永峰 这是唯一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再往下 联邦银行可以让有实体账户的人 申办new new bank吗 永峰拜托电汇手续费可以调降 这个电汇手续费一律都是400块钱 那如果你是大户 比如说你放200万在永峰跟大家往来 那你就有机会就是免手续费 永峰大户希望转账入账都有通知 那大概在上个月他就已经开通这个功能了 所以你在这个LINE的官方账号里面呢 就可以收到这个转账通知 那包括永峰大户的APP也有了 中信希望LINE配卡的福利可以多提升 联邦APP很难用 中国信托希望LINE配联名卡回馈可以提升一些 或者跟网路实体店家回馈%数可以变更 不要都只有一% 这有点难啦 因为他们就是要赚钱啦 怎么可能还会再撒钱呢 联邦希望相关信用卡福利更多 其实联邦银行在2022年 他有三张卡片很好 幸福M卡 耐点卡 然后还有是绿卡 这三张卡片呢 其实各个通路都有10%回馈 其实都蛮好的 大家可以考虑去参考使用 彰化银行存款不多年的这个封面都没有改 希望可以改善 联邦银行 毕竟很常用赖点卡跟幸福M卡 APP请加油 很常使用 中华邮政 麻烦APP可以整合吗 root过后不能绑定邮保镖 其他家可以为什么不行 先整合APP再谈其他功能 通常root就会有这个 所谓木码嘛 这些风险 所以他们保险起见 所以就是禁止你使用 大概是这样子吧 台湾汽银 可以让登入网银的账号密码 设定简单一点吗 或是参考其他银行的设定 实在太容易记不住 富邦银行 希望恢复不限通路3% 也是有点难 汇丰 申请信用卡上的相关限制跟问题 希望能够有所改善 玉山熊卡回馈降低了 国泰式华 信用卡优惠也提供出一些民众 日常切身需求的 中信 希望数位账户有多元化的活动跟回馈 缴费回馈上限太低了 其实10%上限 新户可以缴3000 旧户可以缴1000 这是他们的上限了 因为太多人使用的话 这个一定是赔钱的嘛 所以他们就是行销预算 大概是只有这样 不过如果能够往上提升增加上限 那也很好啊 永丰银行 希望现金回馈卡不要搞那么复杂 而且限制太多 还要搭配封城 %数没有比较高 不要限制金额 像百货餐厅等等 这个当然是消费者的希望了 但是银行钱洒一波之后 可能就会缩水了 联邦APP优化 第一银行要怎么投资 中国信托英雄网购卡的电商高回馈持续 现在都缩水了 就是电商高回馈就是2022年全部拔掉了 所有的关股银行 固守成规不求改变 只为了应付有跟上时代需求 但事实上股子也根本没有想改变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 永峰希望每一笔消费都会从APP 跳出刷卡讯息而不要寄电子邮件给我 目前的话这个刷卡交易通知简讯是都有的 像大咖APP里面也有提供 Linebank希望能保持现在的回馈跟活存率 不想让它变成废卡 其实4月开始就变废了 中国信托APP使用界面复杂 Linebank希望能够发行信用卡 这个优惠活动跟签帐卡一样更棒 那有点难因为它现在已经在缩水了 远东银行能够提供信用卡的历史明细吗 Linebank它的签帐金融卡 是不是因为存网银所以没有提款密码 这个是有的 这个应该是在开通的时候应该是有设定的 大户是否可以再推出更多优惠的活动呢 很多家台新永峰华南等等 目前有在使用的银行 网银优惠信用卡优惠 回馈方式就像终极密码一样 要经过重重解锁 才能够达到这个理解门槛是什么 行动支付或通货不包含哪些 或是增减了哪些 就是都用一些比较 关枪关掉的术语 那这也是大家比较不喜欢的 远东银行 Banky数位账户可以不要一直要我们推荐新人加入吗 可以直接给我优惠利率吗 它就是所谓的社群银行 那社群银行当然就是要叫大家一起来用啊 所以它就是用老鼠会的方式 就是叫大家一直抓人嘛 那没办法 那不喜欢的话呢 就用其他银行的就可以了 Lightbank希望优惠可以持续下去 台湾银行可以增加一些信用卡的优惠跟选择嘛 台湾银行它主力本来就不是小景 所以这个就圆木求鱼了 远东 为什么彰化没有分行 连ATM都没有 很不方便 日盛银行无线上办信用卡功能 连申请书都要申请人自付邮资 不合时宜的银行就应该要被淘汰 可是日盛已经要被台北富邦收购了嘛 就没啦 台湾 REACHR数位账户为何回馈条件越来越多 回馈越来越少 我也有这个疑问 就是没钱了嘛 骚光了就这样子 永丰银行 赚到客户数量后刷卡邮会不要再缩水了 可是客户数量一多 他们如果提供一样多的优惠 他们就亏更多钱 所以缩水是一个必然 这没办法 所以只有在蜜月起 努力推广的时候优惠最好 那大家就要趁这个时候第一波上车 才能够拿到好看 台湾银行 受信准则不用抓这么紧 现在又不是之前的卡在风暴时期 办卡还这么一板一眼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我之前有一张台机 那个台湾银行的卡片 那他也把我停掉 停掉的原因是什么 他就觉得我卡片太多了 我根本不会用他的卡片 他就要求我就是剪掉这样子 那最后我当然就是就剪掉了 我就没有用他们的卡片 然后他们的确是很保守的一间银行 台湾银行 信用卡 当初是神卡 今年陨落之后又玩文字游戏 感觉像达到半卡率 结果欺负消费者 后来也开始冷冻了 希望可以进步 不是为了半卡率而让消费者走进来 台新应该就是大家心里面觉得 对救护最不友善的银行 那这个都不用讲 大家都知道 台湾银行有考虑重做APP吗 同样是关股银行 第一银行就有尝试改变 为什么身为台湾最老字号的银行 却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因为他们晚两年 晚两 两年 就是要等退休啊 玉山银行信用卡优惠 不要再调降了 要降就全部移到别家去了 将来银行 快醒醒啊 要沉睡多久 其实将来银行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有分享过 他们已经就是正式上线了 也欢迎大家跟团 然后可以再多拿50积分 星光银行 希望可以开通线上解锁 信用卡忘记密码之类的 或是可以线上申请 不用亲自到该行办理 有人讲到星光 APP界面真的很传统不好用 速度慢 希望可以改进 二 缴款不方便 APP中无法线上查完账 就直接按缴款钮 希望他的APP可以改善 永峰 如果我们要投资 别家有开的个股 ETF等等 你们也要有 要做就要做到最强 所以希望就是广纳百川 最多的选择都在永峰 这个消费者应该是这个意思 国泰世华银行 数位账户希望可以搭配多一点的高利活存活动 限定年龄范围实在太无言了 他之前有限定就是好像是20到24岁吧 之前的朋友开户才能够拿有1.5%的高利 他只能存个5万吧 就有点少这样子 台湾汽银希望他们有所改变成长 台新银行感学老客户优惠不多 真的没有什么优惠 联邦网银速度太慢 联邦银行 赖典卡刚出来的时候回馈超好 刷卡有回馈 缴费也有回馈 今年几乎都没拿赖典卡出来了 希望明年可以有所突破 LINEBANK希望每个月的汇款上限能够提高 那其实你只要去做这个你的身份验证 由三类升到一类 那么你的每天的每日的跨行提款转账的 这个上限就可以往上提升 花旗客服电话有够费 一直转接又转接 最后浪费手机钱还是比 还不是要转到总机烂透了 注意获得最废话客服专线 对啊他都会一直推销 玉山网购的回馈希望可以调回去 现在是网购的时代 待在家各种东西都能买得到 希望玉山Uber恢复原本的回馈 造福大众云云众生 那他没有赚钱他又怎么办呢 对啊所以这有点难 因为毕竟卡片刚推出来的时候 为了要有这个曝光度 回馈永远是最好的 那之后就会慢慢缩水跟收掉 这是没办法的 台信银行Richard 请回复活存1%利率跟Agogo卡回馈机制 现在变得很没有吸引力 因为我们就不是他的目标客群 所以他当然没有差 台信 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的APP 但你不要把旧物用完急丢 过了一季优惠 砍半再砍半 很有背叛感 第一银行 希望一银 艾利有数位账户 可以开放扣角他行的信用卡 这样提升我使用该行服务的意愿 其实通常可不可以扣角他行的信用卡 最主要是 你有没有去分行 去签你自己的这个印章 印件 就是留存你的印件卡 那其他银行设定ACH来做核对资料的时候 才可以就是一一合过 所以你还是要去第一银行 去做一个那个留存印件卡的动作 然后提升账户权限这样子 瑞兴银行 希望他们的数位账户审核机制 可以有人工补审的部分 而不是直接系统全部挡掉 永丰银行起码把高利活存收好 汇丰银行竟然不能现场开户 每个月刷卡60万的我只好选别家 但你可以刷60万 但也不代表你可以存很多很多钱 所以银行他们在开门做生意就是要去 就是赚钱的嘛 所以他也许你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有价值的客户 所以他才会就选择把你忽视 应该是这个样子 中信网络银行界面要赶快改善 国泰市环银行呈致电客服人员 针对信用卡即将借期预期 然后缴款增加简讯通知 然后对缴款期限 如果只差一到两天 不要非常严格 所以基本上各家银行当然是照规则走 就是只要预期就要付预期支纳金 那他可以给你一次或两次减免 但是没有办法一直给你 好就是没办法的 乐天想请他参考连线银行 再提出更多优惠给我们小资组使用 乐天有在这儿吗 不知道 华南银行拜托优化一下APP 公司新转户用起来真的没有其他银行好用 第一银行希望Ideo数位账户的优惠能够持续下去 各家银行客服电话 如果没有钥匙器不会打客服电话 在这科技化的时代应该提供网路电话或是线上真人回应 较能够快速准确的解决我们的问题 华南银行可以看一下随便一间的网银吗 为何你们都那么烂 好好改一下好吗 这真的是很有建设性的建议 也希望各家银行能够稍微改进 这样子 再来 台新 回馈优惠太复杂了 对于非重度使用者很不友善 需要了解很多资讯才可以取得比较高的回馈 可能又有平日假日的差异 导致最后回馈会像1.5%加0.5%加1%加0.5%加1%加0.5%加1% 所以我到底消费是回馈多少根本搞不清楚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就是把你搞混了 永丰银行希望必备卡的优惠持续 联邦第一 系统压力测试有待加强 尤其是第一银行 登陆时开多视窗先行等候 结果时间到了却按都不能按 双11的名额少得可怜 办活动没有诚意 很多银行都是这样子 连线商业银行跟联邦银行 数位账户跟第三方记账公司 马步记账合作吗 这样统一管理账户的金额比较方便 他们没有开放API 你就不能够使用了 玉山银行加油好吗 请认真给出优惠 而不是一直看优惠 渣打 中间这个渣打 客服电话很难打进去 每次都要等很久 前阵子他们要寄金融卡 我都在家 传简讯跟我说被推荐 但也不直接打电话跟我说明 这个服务态度不佳 渣打就同时有两个人 他有写说 一般银行三个月掉一次联征OK 但你们每个月都叫客户的联征 是有什么问题吗 客服又这么难打 卡片回馈也没有很优秀 不捡你捡谁 其实各家银行 他们每个月都会去做这个账户管理的 这个调阅联征资料 那是例行性的 所以他是系统一次就拉一堆 所以这个也不是说他刻意去拉你 其实像我有500多张信用卡 其实也是每个月都被拉得一塌糊涂 永峰 希望信用卡消费记录 可以看到更久之前的记录 现在好像只有半年前 要看更久之前都要打电话到客服去问 有点麻烦 国泰式化 最大的发卡银行 但回馈%数都超少 这样怎么跟人家竞争 因为他已经是第一名了 他哪需要竞争 他这只要就是做文第一名的宝座就好了 花旗 你们的回馈怎么这么难抵 到底是哪个天兵设计这么烂的网页 因为他不希望你抵掉啊 就这么简单 花旗银行 现金回馈2%很不错 但折抵方式希望能够友善一点 300元才能折抵 还要上网自己点 希望能用APP就能折抵 折抵门槛降低 折抵门槛降低对他来讲就是支出增加嘛 所以有点难 应该是八大关股银行 可以用心点吗 APP都很难用 都是关股可以为小八百姓做个有用的软体嘛 他们就是代退嘛 晚两年 那怎么可能呢 台信银行 Richard app设计流畅是我第一个爱上的网络银行 但后续优惠一直大看 只好跳槽到其他银行 希望台信不要放弃救客户 国泰世华 Coco很好用也很便民 但是利息真的少得可怜 可以改进一下吗 Linebank 高回馈的活动拜托延长 这已经确定缩水了 就没了 凯基 承办人也说不清楚到底缺了什么资料 就不审核信用卡 那就不必了 台信银行 APP真心好用 但是利息能不能高一点 用美金升级实在太多了 小资主没有办法 就是2000块美金大概是6万左右的台币 这对大家来讲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台信银行 可以开放Richard Live查询签帐金融卡账户吗 谢谢 Richard 可以不要搞这么复杂吗 只想推广新护老客户都很麻烦 联邦 什么时候可以把New New Bank整合进一般网银查询 大家都做了就剩下你 星光 为什么申购股票的手续费20 没有用新户的回馈减免 然后我又一直抽不中 哈哈哈哈 汇丰APP超级难用又简弄常常找不到或是很多功能都没有值得改进 汇丰的APP真的是世界无敌烂超级阳春的 国泰市华银行自从拿下好市多联名冲破全台持卡之冠之后 权益开始狂缩水能否别再继续摆烂了 国泰市华希望活动可以大方一点 明明客户有很多却只有少少的名额 看得到吃不到感受真的不是很好 合作金库 合作金库中 明南路 员工贷款分不清楚 那大家有兴趣看一下 星光银行赶快设立快速登陆 台新可以不要玩那么多脑力游戏吗 分精选指定还有额度真的很少脑 LINEBANK因为最好用 希望它继续进步下去 帮助我的生活 台北富方银行默默卡信用卡回馈可以延长加码吗 目前是到到6月吧 所以还是就是可以继续用 LINEBANK提高新户的奖励 现在新户300都没了 还怎么提高 这什么屁都没了 日盛银行 日盛网路ATM转账基点很棒 操作资金的时候还可以赚点数 那现在因为被台北富邦给并购走了 所以就没有了 现在真的是一毛都没了 高雄银行 请给新转户转账优惠吧 只有新转户被迫使用 再没给跨展真的是很小气 台新银行 问题是为什么每年别间的信用卡活动很多 台新今年完全没有什么信用卡活动呢 玉山银行 玉山卡回馈给这个规则 给其他银行比真的是简单好懂 APP信用卡控管也很人性化 但回馈未来越缩水 需要玉山能够给一些优惠 台新 电话客服人员请多增加几位 而且客服人员的素质真的要再提升 被盗刷心情已经够差了 进线等客服等到火气大 客服态度又非常差 互相踢皮球让人觉得不被重视 LINEBANK 好多种存款方案什么分阶级的 真的是好复杂哦 刷卡方案也复杂 刚办完几天 LINE出现对话有点进去 真不知道账户的入口在哪里 我讲过了这个 梦想账户真的是太复杂了 接力定存 这个东西到底谁想知道啊 就是一般人都不懂 汇丰银行 想问以后 有没有更优惠的数位账户呢 花旗门槛是否可以放低 联邦银行 APP 界面可以更细心一点吗 也希望每个月10万的2%优惠 可以持续到2022 目前是有持续的哦 再往下 联邦银行 数位账户能够提供多元的个金资讯 可以在单一账号整合参考 另外可以在数位账户比照 一般账户也能设定约定 这样用起来会更好用 中国信托 申办数位银行有提供数位申请 不应要求到分行办理 而且只看到中信有此做法 我印象中是可以线上直接申请完毕啊 花旗 电话不要太难打 真想打电话的时候就遇到有问题有需求 有封银行 信用卡回馈可以简单就好 不要绑定太多规则 出一张万用的卡片回馈失踪好 让我无脑刷我一定支持到底 玉山 在APP跨转麻烦加上优惠免手续费剩余次数 每次都要数我这个约会的几次 有算错被收了一笔跨转手续费 打电话给客服建议 只收到每个人跨转免费次数不一样 所以目前系统无法串接 其他银行都可以就玉山不行 上海银行提供客户需要的资讯 健全内部资料安全机制 不要让客户的个资随便提供给业务 这就是被拿去做电话行销 台新 玫瑰卡权益越改越烂 还要到达门槛才能回馈高%数 低门槛还砍%数变超少 都以为上班族薪水很多吗 动不动就在改权益 都不想刷卡消费了 真的 上班族的薪水了不起就两三万了 上海商营 涨上营APP里面的功能很阳村 很多功能都要网银才有 而且网银的界面也不人性化 差个外币账户都要找很久 花旗元大 跟别家银行比起来额度 给那么低是有多敲不起人 这个就是个人的部分 就比较难去评断 第一银行 公股银行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间 希望银行能与商家合作多一些提款机 提款机多就用中国信用 台信银行信用卡缴款可否开放统一超商缴呢 很习惯去统一超商消费 但每次为了要缴台信的信用卡款 都要跑去别家超商有点麻烦 Lightbank 快点吃午餐过周末活动18%很棒 很有诚意 但是不觉得很让人麻烦吗 每次要参加活动要先切换 就不能系统自己去抓吗 忘记切换就要退货退出 我个人都发生过好几次 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跟我一样的状况 因为它有几个不同的优惠选项 然后要这样子做切换 那没办法 游戏规则就是这个样子 玉山银行 推出的信用卡优惠建议持续 不要让消费者申请后 短短一段时间又把优惠砍掉 觉得很骗很大 其实在所有的银行都是这样玩 就是半年一年之后权益就改差了 Lightbank 希望每月回馈上线不要只有500 以及快点吃午餐等活动能延续或是回馈一开始推出来的30% 一开始30%真的很多 后续对于跨行存款的部分也是希望能够提供相关优惠才能更方便使用 但是目前没有什么银行提供跨行存款的优惠 所以这个就没办法 远东银行 还是想再呐喊一下 想要2.6%效期长一点 老百姓拉人不容易 一般人是比较难去随便拉人 这是有点难 永丰银行 封存股手续费希望可以做到证券市场最具竞争力 然后各APP的畅通速度不要那么卡 毕竟APP好用的话 用户的依存性也高 希望永丰 喜欢永丰 希望永丰越来越好 联邦 数位银行的条件高 有实体账户不能申请 对客户来讲很不方便 像我之前有联邦的户头 其实就不能够开New New Bank 没办法 新载银行 希望可以推出很胖的卡片 很多家都有推出 希望他们加油 台北富邦 开网营的时候 怎么不能跟证券户一起开 感觉很不方便 要等到数位账户开通之后 才能再开证券户 然后没有跨转的 免手续费次数没有竞争力 但这部分还是永丰大户做的最好 一次给你开号 Line Bank 希望有Apple Pay 扎打 改成一趴的现金回馈 看起来是不重视台湾客户 扎打 觉得他们都是看钱多才办事 之前没丢钱不理我 后来丢了很多钱 350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投资很现实 当然啦 因为他们就是要赚钱嘛 你放个几百万几千万 他当然希望你去 这个 这个去买投资商品嘛 好再来 台银 希望App可以改善 好多人都这样讲 张银 App做得有点丑 而且有点难用 不容易检视消费跟对账 合库银行 东竹北分行 可以营业时间接电话吗 合作金库 能不能改善台湾配 不能直接登录 一定要用合库一配 然后登录网银的执行同步 能不能改善一下 是在更新App的时候 就全部就做好 不要偶尔登录突然跳出来 对客户很烦躁 永丰商业银行 今年九月解禁销户时 为告知后续如果要重新申请 要等六个月后才能申请 经过跟该分行经理接洽 仍无法个案办理 让我重回大户账户的怀抱 OK好 希望就是他们可以改善 对好再继续 台银银行 把高利活存的门槛降低吧 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 一直牺牲原本的用户 本来配合App真的非常好用 但是一直要求用户买美金 投资贷款 不符合银行目标 只好退出账户 其实这个 以前提出来的高优惠 都只是引路史 希望大家进来 那进来之后 他当然就要获利 就要要求你去买各种 各式各样的金融商品 这是无可厚非 但是可能台信的操作 不是不好看 比较不好看 所以大家就不开心 就反弹这样子 玉山银行 希望能推出新的申卡 不可能了 玉山已经没机会了 要其他银行 花期 目前给他现金回馈 在业界觉得非常好 希望他们继续下去 永丰银行 数位账户的部分 能不能有不同账户 可以分门别类 不想投资的钱 跟存钱混在一起 因为这样子又开始 想找其他的数位账户来存款 如果可以在APP里面 又同时把钱分开 那就无敌了 那就是要所谓的 这个子账户的功能 说不定将来 永丰有可能推出 远东银行 banking好是好用 但是信用卡优惠太少 甚至很多远东相关企业 也没什么优惠 账户2.6%到期之后 就没有使用的动力了 对 因为他们自己内部 就是还是有一些斗争的问题 所以这个数位金融处 的确是被个孤立的 就不能够使用到 集团的其他资源 所以他们的整合性 其实做的还蛮不好的 希望他们可以努力加油 乐天银行 希望客服人员 在处理客户重要个资时 能够积极和善 不是一直丢皮球 推卸责任 之前也有一些人 反映其他问题 就是都是类似这样子 互踢皮球 安泰 使用他行自动扣缴的扣款 时间居然不能选择 只有自行缴费 可以申请调整时间 其他家没有遇过这种事 那就是他们的系统 写的不好嘛 Linebank 快乐将LinePay 跟Linebank 这个整合吧 其实它这是两个 不同的商品 不可能整合啦 中信 可以调整顶级卡的权益 跟优惠吗 万年不变 其他间都会有调整 中信感觉就是放弃 因为不赚钱嘛 所以当然就不做啦 Linebank 账户升级 一定要用自然人凭证吗 因为 对没有自然人凭证的人来讲 其实蛮困扰的 因为现在很多能使用健保IC卡 作为数位认证的功能 所以没有特别去申办自然人凭证 所以申请起来很麻烦 其实这次将来银行 也是要求用自然人凭证去做升级 所以 我会给大家一个呈现的建议 赶快去申请一个自然人凭证 不过才200 250 我可以用7年 其实回本啦 报税也很好用 台新 希望贵行的信用卡数位账户等规则不要再玩文字游戏 简单说明就好 永峰 不知道为什么永峰的资讯都要是要透过保大才会迟到讯息 因为本身是很忙的人 又是把资金会放在 做定存属于比较没有时间管理的类型 看到介绍跟的操作其实蛮快的 但是一直很疑惑为什么都没有广告讯息 是利率太高怕大家抢破头吗 也希望可以多多照顾小资组希望推出一个比较无脑 但是大家都可以负担的投资标的 这个就必须要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边的成效太好了 所以大户他就是有时候会主动丢一些讯息 然后希望我帮忙分享 那我是基于热心的这个目的 想说好了好了那就帮忙一下 所以有时候我发的讯息 大家会比较容易看到 因为大家有follow我 所以其实是这个原因 那他们官网有没有呢 官网有 粉丝也有 但是你都没有follow 你当然不知道 就是这样子 台新 Richard好好珍惜救护吧 不要 不要求您要多优惠条件给我们 但至少表输出一点诚意 不要让我们感觉是免洗 用了就丢 这样高傲的态度真的很难支持 新户用了半年或一年也变救护了 难道 要累积越来越多怒气 跑掉越来越多潜在客户吗 所以其实与其货薪客 不如把老客户就是照顾好 其实比较好 玉山 我个人真的挺喜欢你们银行从分行到电话服务的品质 但你们的数位账户都没有给出什么存款诱因 信用卡的优惠上限或是优存的比例也比不上他行 希望能够提升一下自行的数位账户 不然数位账户跟零贵账户跟着没有什么区别 可言 连线银行 可以主动发讯息给消费者快点卡周末吃午餐 优惠额满的讯息 而非让使用者自己查询 优惠的商家平台可以再增加以提高使用频率 但他现在第二季都全部收掉了 我就觉得好可惜 台新拜托不要一直改救护权益 中国信托 可以恢复成不要一定要消费5000元才有10%吗 害我当初想说一定消费不到5000元 所以放弃这张卡改刷别张 结果月底根本还是消费超过5000 是说你不要强迫消费 我大部分还是会刷5000了 其实你不用担心 因为从2022年什么屁都没有了 好就是这样子 元大 指纹认证后如果想要转账 可以改成OTP转账吗 还是要重新登录代码 实在是有够麻烦的升起 这是使用者上的一些问题 合作金户 信用卡申办等候时间太长 送件到合卡也要等一个月 查申请进度 还要用电脑版的网银才能查进度 结账日不能调整 卡片回馈也很普通 就蛮烂的 美国运通 在疫情的时代 不能出国 希望可以多一些国内的优惠 例如高铁升等商务厂之类的活动 或是有额外的回馈吧 美国运通我自己现在用了 我其实用了三年吧 2019到现在 它其实真的是蛮烂的 现在是因为大白 有一些买两人同行一人免费的餐厅优惠 我才狂吃狂用 不然的话 其实基本上平常我是绝对不会刷它的 台新 信用卡优惠 不要再用那个什么账单周期去算了 要就统统统一 什么0.8% 低消5000 3% 指定星期六消费 指定2% 所有最靠北的条件 一张卡通通都有 还有那个什么猪头卡 改个优惠 像老婆化妆一样 改到完全不认识 这个真的好好笑 这讲的实在太好了 好那以上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大家的意见 大概有500多人有留言 所以我们真的是 就是讲到这次 有谁说我没问题了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总评分 年度总评分 大家总共投出了58717.8分 平均是74.99 算75分了 这个分数其实感觉起来没有特别的好 但是就是70到80区间尚可 那也希望就是全台湾 在2022年能够继续努力 然后在年底 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好不好 我也希望我持续能够 透过我的影响力 能够把大家的想法跟心得 放在网络上面 能够去影响这些金融产业 那只要他们有所改善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就是有所帮助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宝可梦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